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行 昨日,乌云继续用无人机袭击额境内目标 约尔德洛夫斯克州方向 位于夏塔吉尔地区一家冶金厂 天然气管道预袭爆炸并引发大火 罗斯托夫州发生了数十起火灾 大火已经蔓延到私人住宅 据罗斯托夫地区州长瓦西里·哥卢贝夫说 现在该地区多达三十起火灾被扑灭 在短短一天内,天里记录了五十起火灾 据他说,原因是火灾处理不甚 以及强风和电力线重叠 今天早上,比尔格罗德也多处发生了火灾 被黑烟笼罩 绰号旁下的俄罗斯央视命货者 亚历山大·科罗伯夫在比尔格罗德死亡 今年以来,俄罗斯的核威胁红线 被乌克兰和西方屡屡突破 频繁的被破防的克里姆林公 终于决定要动真格了 昨日,拉伯罗夫宣布重大消息 普京正式于9月下达了在俄国境内 重启核实验的命令 这个消息对俄粉来说应该是非常尴尬的 合作两年来 俄罗斯嘴里总是喊着要发射弹的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原来真实的情况让俄粉大失所 自1990年10月前 多连最后一次核实验时 还没有俄罗斯 很多位于乌克兰的核武器配套厂和检修厂 已经在武昌信誓旦旦的担保中被消失了 很多资料文件已经销毁 结合俄军腐败程度 俄军上下对于仓库里存放太久的核弹 还能否诈想心存疑虑 对于叛逃西方的俄罗斯导弹专家透露 俄军纸面上只剩于600枚核弹头可用 仅为前苏联总产量的1% 但他们可能基本都因为年久失修而报废 也难怪 两年多以来 俄罗斯挂进了这么多的红线都不灵 估计西方和乌克兰早知道这些了 如果这次俄国建国后 第一次核实验 要在美国大选关键期诈抢了 欧美也不会轻易放过它 北约在边境30万大军 和部署了密密麻麻的导弹基地 天上的卫星系统 可不会等俄国先准备几十天 建议俄罗斯在核实验的靶场地面上 提前装一枚核弹头 以免带弹飞行的俄国战略导弹射偏了 到时候没炸响 或者是核弹头掉头 炸自己那就更搞笑了 哈尔科夫前线 昨日第三突击旅在沃夫昌斯克方向 发动反攻的收复了大便区 他们在无人机配合下 对俄军防御阵地也进行了高度有效的攻击 俄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 被迫从阵地上撤离 布列斯克前线昨天 由于增援部队的到来 俄军在多个方向发起了反击 局部阻止了俄军的推进 红军城前线昨天是乌克兰坦克部队日 乌军21旅独立特种部队营和第46旅 以及59旅一起 击亏了俄军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迫使俄军丢下阵地后向后撤退 有视频显示 俄军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地行走在乌坎土地上 但运气不好 碰上乌军第三独立突击旅的士兵 结果一顿猛攻全军覆没 总之 昨天早上5点45分的到中午 红军成功进行了40波坦克大战 乌军第46空中机动旅 成功击退了一次 动用了46台俄军装备的大规模进攻 这些俄军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 步兵战车以及骑摩托车的步兵 看来乌克兰前线战争到如今 已经进入到了比拼耐力的阶段了 而以目前来看 俄军已经开始尾了 乌总参最新战报信息 昨天整个乌克兰前线发生173次战斗 比前天138次增加不少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 已累计阵亡634860人 一天里新增损失1060人 摧毁俄军坦克三辆 装甲车八辆 火炮14门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一套 无人机29架 拥有卡车等528辆 特种设备6套 令乌克兰防空系统一夜之间 击落了56架 俄罗斯攻击无人机中的53架 其中在基辅周围摧毁了近20架 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 昨天 乌军继续向格鲁什科沃 和特特金诺以南地区推进 并攻克了这里的 富罗夫卡 雷米亚内和 舒拉夫利等村庄 并在格鲁什科沃西南 给俄军插入一个蝎子 建立了新桥的宝 乌军正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 加攻格鲁什科沃 并将这个区域的被围困2000名俄军 分割成了两个包围圈 乌军又擀了一块大脚子皮 包了两个上千名俄冰馅的大饺子 昨日 俄军一个摩托化步兵旅 企图对乌军进行反击 但被乌军击败了 有视频显示 乌军九十五旅 还摧毁了 维肖洛叶以东的一座 俄军弹药库 并发生持续爆炸 还有消息说 德鲁什科沃和特特金诺 以南地区被俄军包饺子的 不止两千人 而是八千人 俄军最近反攻又突入了两个旅 解围被乌军装入了口袋里 那就是俄军第15和第51旅 据消息说 俄军这两个旅 是13日渡过了赛姆河 一度夺取了乌军第103营 占领的西部一个阵地 此后却遭到乌军第22空降旅 反击迫使其撤退 并断掉了俄军边防警卫队 和15旅的补给线 15旅在社交媒体上大声疾呼 排击炮弹已经靠庆了 现在他们没有补给 说明九名都督的一番领导后 俄军包围圈中的俄军 从早前的800到1500到2000 再到3000 但到如今达到8000人了 乌军的脚子越抱越大了 库尔斯科、谢伊姆和引南 即将成为俄军的噩梦 其实在克雷尼沃战区的俄军 真正反攻主力的处境也相当糟糕 随着这里俄军在北部的后路 被乌军切断了 以及两翼失去大量领土 克雷尼沃的俄军主力 已经被乌军包围了 左冲右突不得脱身 昨天俄军向南进攻 未能突破乌军科诺佩尔卡防线后 转而从伯克里向普列沃沃方向进攻 该顶点距苏甲南部12公里 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 俄军又开始集结兵力 准备在南线失败后 向北部的库尔斯克核电站方向的 利哥夫突围 与俄罗斯这频道声称 乌军无人机正在监视利哥夫和核电站 乌克兰主要怕俄狗机跳墙 从利哥夫方向突围 与此同时 乌军拿下了维特里亚诺 布罗夫卡和朱拉夫利等三个村镇 再次压缩俄军空间 乌军还炸毁了俄军的一座俄军兵营 同时 俄军二十二 俄军二二五营和三十三营 守住了俄军后方逃跑的出口 有大量俄军跑出来投降 被乌军一个一个抓了 战斗还在继续 而包围圈中一些车臣兵 带头不战而投降 令俄军大本营震怒了 面对上风问责的压力 俄军车臣部队 班人发表了奇谈怪论 号召车臣兵不要怂 不要投降 可以利用身边一切的工具自杀 车臣人又不傻了 后方俄军督战队大锤伺偶 俄军主力溃败 大军后路被乌军断道了 投降才是人间正道 据ISW的报告说 为了应对乌军入侵 这次俄军将其在库尔斯克州的兵力 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今年八月初乌克兰开始入侵时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部署了1.1万人 这目前估计 俄在库尔斯克州的兵力 在3万至4.5万人之间 报告认为俄军指挥部被迫 从乌克兰前线回员了大量部队向库尔斯克州重新的部署 并将俄境内新组建的部队投入该地区 而并没有派往乌克兰前线 说明俄军正被迫牺牲在伯克罗夫斯克的进攻 这正是基尔斯基愿意看到的 现在库尔斯克俄军形势很不美妙 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 安德烈·科瓦联科宗位称 库尔斯克地区的大量俄人处境糟糕 由于俄军指挥官的愚蠢行为 许多家庭将收到坏消息 他建议俄现在结束战争 因为俄男人将继续在俄的土地上死亡 这是个好建议 可惜俄手听不进去 昨天 斯林斯基会见了美国会两党代表团 宣布将亲自向拜登总统及两党总统候选人 介绍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方案 并对美总统和国会自战争开支以来 给予的持续支持表示了感谢 斯林斯基接受了CNN专访时 讲述了为何需要获得原武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的授权 并透露乌克兰胜利计划的细节 他说乌克兰正在请求美国 允许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军事机场 因为这些机场起飞的俄军飞机 不仅用于发射导弹 还对乌军阵地投掷威力巨大的滑翔炸弹 摧毁了我们80%的能源基础设施 现在乌克兰需要更多援助武器上的使用限制 但至今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 特别是在其他合作伙伴 都在等待美国做出表率的时候 他提醒说等待时间过长 俄军飞机将撤到更远的地方 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将其飞机 撤回到了300到500公里的距离 泽连斯基上面说法 证实了部分美国官员的观点 也除远远程美国及其盟友的导弹 打击俄罗斯纵身目标使用限制 并不会削弱俄军空袭不堪强动 在军事上意义不大 因为俄军战绩已经彻底到目前 这些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以外了 这可能正是目前美方犹豫不决的原因 这也可能需要泽连斯基说服美方 乌方究竟想要打击俄境内250公里以内的 哪些军事目标 这些目标是否有足够的军事价值 以及是否要求西方合作伙伴提供射程更远的导弹 还是提供制造打击工具的关键导航技术支持 美方认为允许原乌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300公里的军事目标 目前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却招致俄乌战争升级的风险 更容易给美国共和党反对派 拉住把柄对白宫进行攻击 现在拜登通过公开讨论 加上舆论的公开炒作 俄军就将战机撤离到了300公里以外了 欧美也可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 另外 特战斯基在这次专访中 还阐述了乌方准备 向美国总统拜登 两党总统候选人和国会领袖 提交的乌克兰胜利计划 至于胜利计划 包含说明内容 实质就是乌克兰争取西方阵营 在军事上和经济上 如何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以及战后乌方提出的一篮子停火 和谈协议的核心内容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和平计划 在听取美国政府 总统候选人和国会意见后 还将对外界公开具体内容 他说 在第二届和平峰会之前 我将亲自与拜登总统讨论 如何加强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处于有力的地位 只有我们自身足够的强大了 才有好的外交解决方案 否则普京甚至不会参与其中 15日 乌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 在基辅举行的第二十届 连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 披露许多重要的信息 布达诺夫表示 北韩的炮弹 令乌克兰极为的不爽 并预测2025年中 社会在维持战争的 武器弹药会耗尽 并预测2025年底 至2026年初 俄方将祈求停战 届时就需要域外大国调停了 他还透露 9月底 美方将对乌克兰一次性的提供60亿美元的军火 用于持续的消耗大额之用 从现在开始 已经同步装车 发往波兰专利中 按俄罗斯计划 要在2025年底 或2026年出取的胜利 并结束战争 他们自己评估认为 2025年是关键的一年 如果在2026年之前 俄军在乌克兰无法取胜 经济就会衰退到无法维持战争能力的程度 俄罗斯继续维持战争 所需物资生产和采购 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会越来越依赖外国合作伙伴 来满足其需求 布达诺夫提到 现在俄军兵员短缺状况越来越严重了 愿意签署合同的新兵则越来越少 目前有36个俄罗斯联邦主体 在2024年增加了对军事人员的一次性补偿 其中至少有11个联邦给出了每人100万卢布 约合1.1万美元的价码 这说明 现在俄军继续招募人员极其困难 在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后 再加上乌军无人机对俄境内目标的不断打击 导致俄罗斯人士气低落 俄罗斯不可战胜的神话 越来越遭遇质疑 布达诺夫还透露 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局势 普京要么再次发起动员 并承担动员带来的风险 要么降低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强度 但各方均评估 普京不情愿发起新的动员 更不愿意发动总动员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国内民众不满情绪可能会非常大 大到威胁普京执政根基的程度 而其实 普京也不愿意降低军事行动的强度 从过去的两年半当中可以看到 除了2022年9月和10月 俄军分别在汉尔科夫州东部被打败 以及从赫尔松及地内伯河 右岸地区撤出后 俄军依然向前线增兵 倾向于加强进攻力度 这里面的真正原因是 俄罗斯的确还可以 除高其伙伴国家 来获得战争资源的补充 普达诺夫城 北韩向俄罗斯供应大量炮弹 这是乌军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普达诺夫说 我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一个事实 随着一艘满载弹药的北韩船只 抵达俄罗斯远东地区 8到9天后 俄军行动能力将加剧 持续长达两周 朝鲜提供中程导弹并不致命 最致命的是数量巨大的炮弹 我们耗时并没有办法来阻止这一切 此前乌军情局副总司令 瓦蒂姆斯基比茨基少将曾经表示 俄罗斯军工企业无法生产足够的炮弹 来维持俄军攻势 北韩从2023年9月至11月期间 向俄罗斯运送了100万发炮弹 抵消了俄罗斯的严重短缺 到今年6月为止 北韩已向俄罗斯交付了480万发炮弹 这样俄军能够保持对乌克兰的显著火炮优势 而伊朗也向俄罗斯提供了第一批 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 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容易发达繁荣 人们日子过得太惬意了 以致刀枪入库 军被废弛 而俄罗斯 伊朗 北韩等国家则一直将主流的西方世界的发展壮大 视为威胁和挑战 因此总是树立加强地不断的加强5倍 生产和储备了大量的炮弹和导弹 然而 他们多年积累5G装备 被运送到了前线消耗一空后 接下来的生产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何况他们还面临西方的制裁也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俄罗斯不惜人力向乌军猛攻 并计划在2026年初结束战争 主要原因或许是他们自己也知道 俄罗斯在少数几个盟友帮助下 能够发动猛烈攻势只是暂时的 如果不敢在2026年之前击败乌克兰 那么等到乌克兰和盟友国家的军功能力被充分动员 武器和炮弹的产能上升 那么俄军就再也没有击败乌克兰的一丝一毫可能性了 这正如当年第三帝国大统领希特勒对德国将军们说那样 德国武器有三到四年的领先优势 但这种领先优势是会放失的 因为英国美国苏联正在制图板上设计他们的新式武器 如果不趁现在击败英美和苏联盟军 那么三到四年以后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看来历史正在复制同样轮回的故事 正如二战时候的德国输掉那场战争一样 如今的俄罗斯现在面临 与当年德国同样的遭遇和窘境 也会同样输掉这场战争 文明的乌克兰必胜 不可见 感谢观看